因為養殖環境的改變 有媳婦 科技藥者就輔導 婚姻的農民來試一款新的 伺蚵仔的方法 希望可以來提升到 國內蚵仔産藥的産地 中檔退蚵仔灼入農屋 過上地基地刷到外海伴養区 有年應該是國內蚵仔的主要項目 但經濟面臨養殖環境變化 和人口老法定問題 有媳婦科技的公司藥者 只要讓科農改變 養殖方式 希望提高三值 我們可能一個月就能養到三公分 牠養到六公分的大約 差不多要一年 我們不需要 我還要養過的 在大約的地方是單體牡蠣 九個月 每五米都大約十七公分 在歐美國家 牠們對於生蠔 最常使用養殖的方式 就是農聚這種方式 然後我引進進來之後 讓我們的漁民跟養殖戶 可以多一種選擇 從我這次七王家為科農 重點到標示 單體蚵仔再放在榮骨 養殖 身體的速度比一般 負責蚵仔競養肥肥 現在面臨當地人口老化 如果等級一種沒有 跟他過去傳統的養殖方式 讓科農選擇平靜來養殖 賣蛋增加收益 我們用單體牡蠣的話 現在我們的育成率大概有八成 我們提高的一龍的蚵仔 大概有一百五十斤 站起來的話 我們的產量可能可以提高二十幾倍 當地雄雄雅這裡標示 這幾年除了 面臨企業挑戰 各中國三個月替蚵仔 外人蚵仔肉正靠定 都造成過來蚵仔生涯影響 現在刺刺的信號還不錯 希望相關黨委 可以擴大面積來刺刺 並富度可農 讓過來蚵仔生涯 可以保有一定的競爭力 繼續往日報到